今天出太阳了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这里都下了好久的雨 都没出太阳 像这一种天气的 就很容易找到这个秘风 就是我们冷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突然有一天 它出太阳的时候 我们去找风 就特别容易找到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种方法 来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 这些 树上树叶上面的 这些黄黄的 这些 还有这边这些 看到没有 这些就是那个秘风的排泄物 像冷了一段时间 那个秘风出来的 就无法出到外面去排泄 然后到一有形成的时候 它就猛的飞出来排泄了 很多这是一种秘风的偏性 我们可以根据这种偏性 我们可以拿一个望远镜 或者是无人机 到山下去找 因为我们只是找它的一大片的排泄物 这是黄色的目标比较明显 就比较容易找到 我们可以拿个望远镜山上看一下 或者拿到无人机 到处里飞一下 看到哪里有的我们就去去到那里 如果我们找到这一种目标的 我们就在它的附近 方圆十米 十米不是十里 十米左右 肯定有蜜蜂的 这样子呢 我们就比较容易啊 不像平时去找蜜蜂 就要把蜜蜂诱过来 以后再跟踪它 像这一种的 那个优势啊 要大于我们以前说过的那一种 如果各位老铁啊 想找蜜蜂的 碰到有这样子天气的话 可以到山上去找一下 找到像这一种的 我们就在附近 必定有它的窝的 不管是在地上还是在树上 反正不会很远的 这样就 就比较容易找到啊 好了 关于怎么样去找蜜蜂啊 冬天怎么样找蜜蜂的方法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观看